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当台积电宣布,计划于2022年开始在日本建造一座新的晶片制造工厂,并于2024年开始生产时,这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 晶片工厂通常需要三年才能完工,但这将是台积电在日本的第一次此类尝试,它必须应对外国官僚机构和法规。 如期开幕,标志着日本的早期胜利,因为前几年大流行影响和地缘紧张局势加剧,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竞相建立国内晶片系统。 尽管台积电也在美国设厂,但在与工会发生冲突以及补贴分配延迟后,该公司已经推迟了计划中的亚利桑那州工厂的完工日期。 日本的成功源于其他地方不易复制的多种因素,高效的政府支持,严格的施工时间表,以及从全国各地涌入工地并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工作的低成本劳动力。 雄本县之士陆导玉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准时对于赢得信任很重要。 他们承诺在两年内准备好,因为这是台积电的要求。 在大流行的封锁,暴露出各国对全球供应链中断的脆弱性之后,从中国、美国到欧盟的各国政府一直在敦促建立自己的半导体生产能力。 晶片短缺导致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汽车工厂关闭。 但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迅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以数十亿美元的补贴吸引台积电、三星电子和美光科技等公司。 台积电已经表示,计划在日本建造第二座晶圆厂,并正在考虑建造第三座晶圆厂,生产先进的三奈米晶片。 晶片战争作者克里·斯米勒称,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工厂和雄本工厂对比相当惊人。 日本政府的发声较少,但可能比美国和欧洲提供更多支持。 台积电表示,其在日本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供应商、客户、商业伙伴、政府和学术界的支持。 该公司补充说,其在不同国家的项目本质上没有可比性。 尽管日本经济产业省多年来一直试图引起台积电的关注,但直到2021年初,关于建立新工厂的谈判,才变得严肃起来。 日本官员提出了一项包括数十亿美元补贴的提议,在地缘风险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台积电开始考虑这一想法。 该公司坚持提出一个条件,索尼必须参与其中。 台积电认为,如果日本最具标志性的公司之一投资该合资企业,前进的道路将会更加顺利。 台积电和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共同接洽这家日本电子巨头。 索尼最终同意成为雄本工厂的较小股东,持股比例低于20%。 台积电与索尼已合作多年,台积电帮助生产CMOs影像感测器。 索尼将这些感测器销售给苹果公司等客户,用于iPhone。 但雄本项目将意味着更深层次的合作。 2021年,索尼晶片负责人清水肇事与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讨论了战略选择。 日本经济产业省同意支付大约80亿美元的雄本工厂的一半费用。 台积电于2022年4月破土动工,并利用招聘人员以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和现成的住房招募了7000名工人。 日本工会也往往比美国工会更灵活,施工昼夜不停。 居阳亭替枯佑居民将这个建筑工地称为不业城。 随着该项目持续到2023年,短缺问题变成了供大于求。 一名工人表示,他到了现场却发现没有工作可做。 投资和工人的激增扰乱了这个拥有4万4千人口的农场小镇。 当地道路长期拥堵,住房和基本服务也出现短缺。 建筑商NOWPLUS的松田赞养了台积电团队提供的住宿, 但表示一些工人最终通勤时间单程也需要一个小时, 因为工地周围居住着很多人。 当地政府努力缓解紧张局势, 但也提供津贴以保证工作按计划进行。 索尼帮助应对其他挑战。 熊本拥有丰富的地下水供应, 这是它被选为晶片生产基地的原因之一, 但额外的晶片工厂可能会导致公司和当地人 都面临水资源短缺的风险。 索尼员工与台积电合作, 努力补充供水并减轻对环境的影响。 索尼发言人表示, 他们帮助台积电建立雄本工厂, 提供广泛的支持, 例如确保水、电和工程师的供应, 以及获得许可和执照。 Tranforce的分析师周安超表示, 索尼在该地区20年的营运, 帮助发展了供应链和基础设施, 从而帮助台积电工厂按计划进行。 2023年12月, 建筑公司Kajima完成了大楼的外墙, 台积电可以继续安装 由东京电子和应用材料等 公司制造的大型晶片制造设备。 晶片制造设备, 在准备过程中需要精细且熟练的操作。 台积电的员工凭借其先前的经验, 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带头作用, 但他们的指示的严格性和工作流程的复杂性, 让一些日本工人感到沮丧。 尽管工资很高, 一些当地工人还是辞职了。 尽管如此, 台积电对日本的信心却不断增强。 该公司开始讨论 2023年建设第二座晶圆厂的事宜, 并于2月正式宣布。 第一座工厂将生产12奈米至28奈米的不太先进的晶片, 而第三座工厂可能会制造足够复杂的晶片, 足以满足当今的iPhone和人工智慧应用的需求。 丰田汽车和汽车供应商电窗公司 已与台积电和索尼一起成为雄本合资企业的投资者, 这表明晶片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 台积电日本雄本厂, JASM近日举行了开幕典礼, 台积电包括创办人张忠谋, 董事长刘德因和总裁魏哲家采分散策略, 分三梯次抵达雄本, 刘德因先行抵达雄本。 魏哲家则晚一天搭乘星雨航空直飞雄本航班, 于接近中午11时抵达, 张忠谋则最后搭乘同样航班抵达, 在饭店稍作休息, 即参加了当天下午的开幕典礼。 魏哲家轻装搭乘星雨航空, 同行包括主管研发的资深副总经理米玉杰, 二月刚升任资深副总监财务长的黄仁昭。 国发会诸位公明欣以台积电董事名义应邀参加, 驻日代表谢长廷也将参与这项盛会。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黄氏家子公主接受邀出席台积电日本厂开幕典礼。 台积电这次的开幕会场也张贴日本政府决定补贴7300亿日元, 折合约48亿美元, 协助台积电兴建第二座晶圆厂的计划。 稍早共同社报道, 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23年度补充预算申请阶段, 考虑对台积电第二工厂提供最多约9000亿日元支援, 后来根据台积电投资计划调整了补贴金额。 日本政府强调, 之所以提供晶圆厂补贴, 主要是出于经济安全保障考虑, 意在构建稳定的半导体供应体制。 今天启用的台积电雄本一厂, 日本政府补贴额达4760亿日元, 将切入生产28奈米、16奈米、12奈米制成的产品, 第二座工厂则切入7奈米、6奈米, 而台积电可是订单弹性制成。 第一厂预定今年第四季营运, 第二厂预定今年底开始兴建, 2027年开始营运。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